星期二下午3点45分,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,美国SpaceX公司的列营重型火箭的27台发动机同时点燃,高达70米的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发射台上腾空而起。 火箭升空后2分33秒,助推火箭分离,3分07秒,一二级分离,发射后7分58秒,两枚助推火箭同时垂直着陆,成功地降落在发射场附近的陆地回收地点,返回地面。 火箭搭载的是一辆红色特斯拉敞篷跑车,驾驶座上还放了一个穿着宇航服的假人。 在成功进入太空轨道之后,这辆特斯拉跑车已经开始向地面传回太空图像。 SpaceX公司表示,这辆太空跑车的最终目的是火星。